最近有人在游泳时发现 手指能带着气泡在水中移动 只要前进速度够快 气泡就会紧紧跟随 直到手指出水才消失 同时细心的网友发现 手指在水中加速时 气泡会被拉得更长 但不脱落 同时气泡前端和手指并不是紧贴 而是保持着微小距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听说投出去的标枪 正是利用了手指拖气泡的原理 才使飞行距离得以延长 那么本期我们就一起研究这有趣的气泡 来到游泳池 首先将手指置于水面上方 然后快速向下运动进入水中 发现手指不断推起下方的水 向两侧加速运动 由于手指在下沉中 水的排开速度很快 造成上方来不及闭合 而形成通气空腔 此时空腔下部即将扩张到极限 而其他部分正被水压推动闭合 使中间的关闭速度大于上下两侧 于是将空腔下部封闭形成气泡 但气泡为何不上浮 而是跟随手指运动呢 观察绕过手指的水流 发现有大量的分离窝出现 这些窝流紧贴手指的被流面 形成了低压区 导致气泡周围靠手指一端的水压 比其他部位更低 于是气泡向低压方向膨胀 追随移动的手指发生形变 因此会被拉长 此时手指从下沉转为水平前进 继续依靠分离窝维持着低压区 这造成气泡前部的空气压力 和手指分离窝内较低的水压相平衡 而气泡后端的气压 又和周围较高的水压平衡 所以在手指窝流的牵引下 气泡内部保持着指向手指的气压差 于是持续推动炮内的空气 朝着低压方向流动 使气泡追随手指 而当手指改变前进方向时 只要分离窝够强 就可诱导炮内空气的流动方向 跟着偏转 因此稍加练习就能制造一个 甩不掉的气泡尾巴 同时我们注意到 由于手指迎流面压力升高 被流面压力降低 使手指受到了压叉阻力 而观察一根投向空中的标枪 发现它和水中运动的手指有些相似 那标枪是否也在承受压叉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标枪以很大的营角投出时 迎面气流的高压和窝流的低压 同样制造了偏向后方的压叉 但以合适的营角投掷时 气流的动压相比大营角姿态时 出现较大幅度减弱 而被封面的窝流相比大营角时 减弱的幅度较小 以至于此压叉的方向不仅更偏向上方 而且窝流吸力在压叉中的占比增大 这使得标枪的压力中心 受到了以窝流吸力为主导的气动力 这样标枪就可在较强的窝声力加持下 延长飞行距离 同时系杆又被气动力推动绕重心旋转 使营角不断减小 与飞行轨迹相协调 最后已接近零弓角扎在地上 这个投掷过程看起来虽然不错 但1984年7月20日 德国运动员乌威霍恩在男子标枪比赛中 投出了104.8米 打破了当时99.72米的世界纪录 对此国际天联认为 如果此标枪正好赶上强顺风 再多飞行机密 就可能戳死场边的裁判 而飞行过远的原因 就是压力中心和重心的距离太近 导致标枪投出后回到林弓角的转速过慢 以至于窝升力的出力时间较长 过度增大了飞行距离 既然如此 国际天联就修改规则 将标枪的重心向前移动4厘米 这么一弄 标枪飞行时纵向力举比原来增大 弓角回林转速变快 导致升力引起的投掷增成效果受到了明显抑制 以至于40年后的奥运冠军才投出了92.97米 可见不起眼的窝流 无论对牵引气泡还是托举标枪 都是不可或缺的帮手 相反只要让窝流的作用稍微减弱 就能使104.8米成为田径史上 唯一一项永久性世界纪录